互相干扰干扰吧 你说那种就是贴脸要打个死架的这种概率也不高 是的 其实我觉得啊 在这样的这种战术选择方面 是因为这个圈形的关系 因为它有小岛的概率 导致呢 就像CTG和SMS都不想放 是 太挤了 中心点都没有人去站 主要是现在这个圈 先不说上不上小岛的这个问题 如果它来了一个比较极限的左上切的话呢 整个右下角也非常非常的快 其实也不能挂A7啊 你看刚刚我们其实讲的有很多的点 就是整个东边它太堵了 所以像A7这样的队伍 它由于过来的位置时间节点比较的慢一些 它只能够去桥头桥底下 去拿到更多的视野 要看CTG这个手雷用的怎么样 着火了 那这个火应该是救不了了 没了 清理的很快 你会看到这些队伍他们在圈边和正面的一些球战的欲望 没错 DT也凑过来 但殊不知这边是人满为患 悟空早就买好了 阿托克斯和宁加都直接被打掉 我也觉得很纳闷 航线呢 其实是一个偏东的一个航线 东南角 但是大家的选择都是往东南边这个海岸前去 这概率是真高吧 等于我们三把连续出现了 岛圈 来了 这个就是问题 HQ堵了 没想到 DT以为自己是最快的 但其实HQ呢 在这边桥头放的人员 是卡得比较死的 是的 再看这一边 悟空和DT 这个圈刷完之后 那可能换分模式的节奏 相较于差 现在监狱岛当中没人 都是在桥头 而实际去选择了直接游海 游泳过桥 马本离正面 看到一个背身 被摆了 对方拉出来 Small CC这波也是尽力了 主动出击将小虎击倒 但是没想到 对方支援做得很快 小妍也被打掉 那DT在这局也直接被淘汰出局了 CTG他在这样一个桥头 因为顺便比较高 他所以选择了一波去堵桥 New Happy New Happy 这个他是后车 是一辆大巴 周品颜这个大巴很难说 速度太慢了 郁郁的信息 周品颜他们是不知道的 小嫂 三人一车 现在New Happy赶紧走 先暂时放弃掉周品颜 溜了吧 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去缠斗了 三个人其实在这种小小圈上面 完全是能玩的 而且New Happy要稳 因为现在目前第一领先的分数 其实不算特别多 对对 蓝圈当中 天鹿跟RBS 这应该是在东边的海岸边 有一波交火 宁萌也倒了 19在教堂当中是个高顶 其实对于天鹿来说 威胁性并不是很难 但是小鹏他是主驾驶落位的 没了 他前包 他主要是不知道19的这个位置的信息 是的 其实这一波细节就是没有把控好 你把车挡在那个包的边缘位置 那肯定没人 对对吧 来了 富洋这边也是直接冲击了一波 CDG继续去堵桥 是的 而且CDG现在赌的队伍都是分数比较靠前的 嗯 那对于要争惯的队伍来说的话 无疑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啊 比较难受的事情 没错 因为在这些后进的队伍的视野当中啊 会觉得这种目前二圈 没办法 没办法 是的 三圈本身呢 他虽然说不像四圈的这个篮圈伤害有那么的高 掉血那么的夸张 但是他会一直磨你的血就会很难受 是 就确实 效率 New Happy和17小北这边是在蹲 近年只有一个 17要慢慢的去摸 脚步声太大的话容易被抓过点 没错 很谨慎 前三啊两个队伍已经先碰上了 没错 换上了巨石短喷 踩到火了 被烧到是对方巨石被摆了一个状态 直接反打小北 一滴血 你看过点还是比较长的 这边直接先补掉 是的 哎呀 这个火 紧张了我觉得还稍微急了一些 主要是这个火会不会把自己给补掉啊 应该要被补了 现在二打三 17的一个攻防转换 17现在是进攻放下去主动找 因为还比较麻烦 是的 刀具 但是死角 但是明明在打药 这波正好被抓住 刀具的声音完全掩盖了 是的 连打逮捕 这个因为没办法 大家都是直接定身关系 打倒了就直接补了 对对 HQ的话呢 在西桥也是在堵了一波天吧 是的 包括风也是在堵人 是的 肚拉拉变死 哎呀这个桥头 感觉四月在这一波堵桥的跟枪稍微出现了一点失误 DW直接马路干了 也是我们这个赛季非常看好的新人 对 扛住 要救吗 往掩体后走 先扛到掩体后面 因为他 这个周围有很多这种无用的山体 这山体要被排掉 对 这个圈比击场圈就更难打 击场圈你上倒的方式还是很多的 面的防顶当中 双方形成个护架 另一边CTG其实竞圈也很难了 因为在三圈同时他们一直在卡兵 被提前竞圈的CCG已经是反堵了一手 对 CTG被淘汰了 但这一局如果打的比较功利一点 现在对于添霸的CCG来讲的话 就是看看个人的能力能不能发挥出来 能够尽可能的把HQ的分数换一到两分 没错 而目前也是打了一个3A防须 在边缘位置卡的也是比较死 CCG被淘汰出局 HQ赶紧进圈 但是 走 是的 这个角度其实马哥也不太好操作 环影颜色 这颗雷 就在脚下 捏得刚刚好 是的 马哥这颗雷立功了 嗯 那这样的话 因为Pyro还是会把更多的重心 进圈压力不大的 他身上的投注啊 就这个烟应该还是挺多的 而且那个方向的话 能够规避掉Pyro的一些阶段线 要绕山 要绕一下 因为他最难的点就是在于马上要下这个坡了 这个坡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点 但是这个角度很致命啊 有点干扰在这个不阵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可能不要去倒人倒地的就很难打了 拉的比较的开嘛 而且不好救说实话 除非你有车 就是能不能再往前再狗一鸣 狗一鸣能多一分 FM是吧 是的 现在FM是195分 但是呢 小海在个蓝牌之间是靠蓝牌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 独狼 鱼人 先被发现了一个跑靶训练 这边你看四毫没有什么眼底 蛇行走位 小童 神败名列啊 想直接开始泼水吧 发现看不见了 哎呀这个真的是有点小马了啊 哎呀为了他人做嫁衣 素酒这边直接一颗雷带走了血量并不是很健康的 爱奇啊 本来这一分小童应该能拿下来的啊 对 最后HQ也是被Pero成功的卡在了蓝圈的外围 是慢慢要往这个房去近点去摸 对 小海被发现了 这的话送给蓝圈 不给分啊很理性 要摸眼口了啊 摆到 这边是被全摆了 是的 但是素酒的架枪直接也是将小童给逼了回去 马哥被蓝圈带走 这个也是没什么意外 但是后点两个人同时出枪 小童没顶到 小竹一颗雷直接把小童给炸倒 是的白龙马 白龙马 还好这是后点索菲亚的出枪救了白龙马一命 难受就是他虽然说有三个人 但是他的枪线其实是延展不开的 嗯 哎 但是房居索菲亚出枪 12月被击倒了 嗯 这给了Pero信号 但是Pero也不太敢贸然近似的缠斗了 他这个过点要真想去打STG 那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就有点爆炸了 哎 崔其耶一发双军 索菲亚被放倒 但感觉Pero还是没有办法施展 应该是在烟里边 但黄龙是在圈边 我秒了12月 这是波波测液 苏组织被秒杀 想直接补掉三滴血的一个状态 唐龙又是一颗火 关键的两个击倒 Pero不好动了 CTG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是的 CTG现在一直在找机会 扎瑞被扶起来 现在大量的鹦鹿弹都是在导致STG 其实没有任何的视野 那就是打脸天脸了 进攻了 最起来的大枪 推枪 崔鱼和打了两个 长龙 最后一打一 但是悬浪很残 白龙马一颗 CTG终于站出来了 2打1打1 梅花庄应该是被CCG终于所控制 是的 他有马路的反坡 就 现在就看两个马路边上的独狼 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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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小崔 2打1 从梅花庄来看 小崔应该是没什么态度 有奇迹吗 那这样 很难很难 这个难度系数就是需要非常好的定位 从左边拉枪拉到